这是刚刚上线的根据德州杀人事件改编的美剧 《爱与死亡》 漫威《星红女巫伊丽莎白奥尔森领衔主演》 坎迪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对乖巧可爱听话的孩子 看似拥有了一切的他 最终却成为了恐怖的杀人恶魔 一次偶然的机会 坎迪被同教会的艾伦深深吸引 自从那天两人有了第一次身体接触之后 坎迪无论何时何地 都在回想着那个让自己沦陷的男人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没有忍住 上到了艾伦的车上 对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艾伦背着突如其来的告白整得有些不知所措 坎迪见识转身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接下来的日子里 艾伦也开始对坎迪有些动摇 看着近在咫尺的电话 他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家庭 忍住没给坎迪打去电话 后来两人又在教会相遇 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坎迪 艾伦的心脏开始不自主地乱跳起来 晚上他喊住即将离开的坎迪 询问他上次说过的话是否还算数 坎迪叫艾伦上到自己车上 希望他可以跟自己搞婚外情 艾伦听到之后表示自己 还有一个刚刚怀孕的妻子 他不想做背叛妻子的事情 但坎迪却告诉他自己 也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 因此他们只是互相满足欲望而已 艾伦也凑过去给了坎迪申请一吻 两人第二天打电话约定 碰面说一下约会细节 坎迪列出一系列条款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两人 不能动争感情 随后定好明天 就是他们两人约会开始的日子 坎迪一早梳妆打扮 换上了一件漂亮的裙子 送完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学之后 来到一家汽车旅店布置餐室 艾伦随后也赶了过来 两人的第一次约会也就此诞生 每到周末两人就会出城偷偷约会一次 随着两人的约会次数越来越多 坎迪发现自己好像爱上了艾伦 伴随着艾伦的妻子生下一子 艾伦明显开始疏远坎迪 坎迪现在已经到达了 没有艾伦无法活下去的地位 为此艾伦找到坎迪 彼此偶然的机会 艾伦的妻子贝迪邀请坎迪来家里做客 突然他询问坎迪是否跟自己的丈夫有关联 坎迪听到后当即否认 可是贝迪却转身从厨房中拿起一把斧头 坎迪试图去安抚贝迪让他不要激动 但此时的贝迪已经完全被恐惧占据了内心 嘴里不断重复着以后 不许坎迪再去跟自己的丈夫见面 坎迪也被贝迪吓得有些不知所措 拿上自己的背包打算赶紧离开这里 突然贝迪告诉坎迪让他去接自己的女儿 然后明天带着女儿前去游泳 说完放下斧头走进卧室去拿毛巾 坎迪惶恐不安地拿起贝迪女儿的友谊 转过身来发现贝迪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就在坎迪想再一次向贝迪道歉之时 贝迪却像疯了一样一把将坎迪推了出去 随后拿起放在地上的斧头 对着坎迪走了过去 坎迪紧紧握住斧头 防止贝迪伤害到自己 哪知贝迪突然使尽全力 直接将坎迪的额头砸开一道口 随后又对着坎迪的脚趾砸了上去 剧烈的疼痛感让坎迪发出呆的尖叫声 就在同时贝迪家的电话响起 是他的丈夫艾伦打来电话 但是久久都没人接听 坎迪安然无恙地从贝迪家走出 开上自己的汽车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只留下邻居家的小女孩 不断按着贝迪家的门链 路上坎迪回想起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这也导致他错过了绿灯变量 他先回到家里将带血的衣服扔进洗衣机里 随后清理自己受伤的脚趾 换上一双平底鞋后走出了家门 来到了贝迪女儿的学校接他放学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之后 走下车开始给自己的朋友叙述起自己的时间线 确保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自己做稳证 与此同时一直联系不上自己妻子的艾伦 在酒店里焦急地走来走去 他给自己的三个邻居分别打去电话 让他们去自己家查看一下情况 随着浴室墙上的血迹赫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三人意识到了不妙 果然在洗衣间中看到了贝迪的尸体 邻居将贝迪遇害的事情告诉给了艾伦 听到自己的妻子遇害 艾伦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给坎迪打去电话 坎迪假装很伤心的样子 安抚艾伦让他节哀顺便 警察很快来到了现场 看到贝迪残缺不全的尸体躺在血泊之中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邪教所为 毕竟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变态 警长询问艾伦今天谁都到过他的家中 艾伦告诉他只有自己的好友坎迪曾爱过 经过警察的一番初步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凶手很有可能是一名女子 现场遗留下来的脚印很小 明显是女人或者孩子所留下 艾伦第二天也赶了回来 他失落地坐在沙发上 抱怨自己不应该出差留妻子一人在家 就在这时坎迪带着他的女儿赶来 看着艾伦将贝迪离开的事情告诉给女孩 坎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他跑上前紧紧抱住艾伦和女孩 留下帐祖帕特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三人 教会也探讨起关于贝迪被杀的事情 忐忑不安的坎迪将自己的好友唐恩喊到一旁 询问他自己会不会被警察认定是第一嫌疑人 唐恩告诉他从贝迪被分尸的情况来看 凶手肯定是一个很强壮的男性 因此他不需要有什么负担 直接将自己知道的告诉警察就好 贝迪的追悼会上有人让坎迪将食物放进冰箱 看着曾经自己残忍砍杀贝迪的现场 坎迪的心脏突然开始不自主地狂跳起来 这时贝迪的母亲走了进来 打断了坎迪的回响 好在他只是刚好露过 坎迪松下一口气 当天下午坎迪来到警局接受盘查 面对警察的提问他对答如流 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直到警察收到贝迪家中的奖命 坎迪赶忙说自己当时穿的是一双球鞋 随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那天所穿的拖鞋剪成碎款 警察询问艾伦贝迪是否出轨过 艾伦告诉他们妻子之前为了跟自己赌气 曾出轨过一个大学生 但之后这种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警察又询问他自己是否出轨过 艾伦当即否认 不过等到他回到家 他又给警长打去电话 告诉他自己今天说谎了 自己之前出轨过坎迪 而且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很有可能是他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了坎迪 原来是警察局的局长给他打来电话 由于之前艾伦向他透露出了两人的事情 因此他希望坎迪可以过来配合调查 在收集完他的指纹之后 一名警察询问坎迪是否和艾伦有事情 面对在场的三名警察不断投来质疑的目光 坎迪只能承认却有此事 警察当即追问是不是他杀了贝迪 坎迪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失口否认 可即便坎迪否认了自己的说法 但是警察还是确信坎迪就是杀人凶手 他试图去攻破坎迪内心的防线 但是坎迪却一如既往的沉着冷击 无论警察说什么 他都否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警长告诉他即便他不承认自己杀过人 陪审团依旧会认定他是凶手 他在贝迪家留下的指纹以及脚印 都可以成为本案的关键证据 警察在坎迪的车上发现了他心满的脱席 他让坎迪将其拿给自己 随后又要求坎迪将现在穿的鞋也一并上交 过于无奈坎迪只能配合他的要求 出了警局之后 坎迪来到自己朋友唐的律师事务所 唐让坎迪的丈夫帕特先行离开一段时间 自己要跟坎迪单独聊一会 坎迪向唐透露出自己之前和艾伦的事情 并且出事那天贝迪正在向自己询问此事 意识到不对的唐让坎迪立刻联系教会的每个人 确定他们在出事当天看到的坎迪 是以一个正常人的形态出现 只要他通过了警察的测谎语 那么他们就可以借助人证帮助他洗脱罪名 同时他还不能跟艾伦产生任何联系 防止日后节外生枝 与此同时艾伦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他们告诉他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坎迪 听到那个之前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恋人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这个恋人 小镇上的所有媒体都在报道坎迪就是那个杀人恶魔 但坎迪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悠然地在家做自己的家庭主任 恰巧此时唐给他打了电话 他希望坎迪可以来律师事务所找一下自己 路上坎迪跟着音乐的律动摇晃了起来 嘴角也露出一抹奇怪的微笑 唐希望坎迪可以跟自己说实话 在他看来坎迪似乎隐瞒了些什么 坎迪承认是自己杀害了贝迪 而造成这一切的起因 是因为贝迪先动手想要砍死自己 这个女人因为杀人被警察传唤 代理律师安慰他让他不必紧张 毕竟警察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他进行指控 可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贝迪家中冰箱上带血的指纹与坎迪匹配 坎迪直接被当场逮捕归案 警察让他脱下所有衣服供他们检查 看到坎迪身上的瘀青以及伤口 警察更加确信他就是那个杀人恶魔 唐将坎迪被捕的事情告诉给了帕特 听到自己妻子被捕帕特当即勃然大怒 他让唐赶紧想办法将坎迪保释出狱 唐也向他保证明早自己一定可以救出坎迪 此时艾伦也得知坎迪被捕的消息 他走进厨房试图还原案发当时的场景 突然的敲门声吓了艾伦一大跳 原来是邻居给他来送晚饭 第二天一早唐向媒体放话 坎迪一个如此瘦弱的女子 怎么可能举得起那么重的腹头 此案的凶手明显是一名男性 警察对于他的指控完全就是胡扯 之所以唐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坎迪 不仅是因为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同样坎迪才是本案的受害者 他让坎迪从现在开始专心解围 等到庭审当天他希望看到坎迪是一个瘦弱的家庭主妇形象 完全不符合能挥动斧头去杀人的凶手 并且他还建议坎迪去看看心理医生 他要知道现在的坎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回到家坎迪向丈夫叙述起唐对自己说过的事情 丈夫察觉出了坎迪对自己有所隐瞒 他试图让坎迪对自己置物不言 此庭审也如约召开 唐提出更换庭审的弟弟 这样一来有助于坎迪获得更多的群众支持 可显然法官对此并不认同 直接当庭驳回了唐的请求 看着电视中法官对于自己事件的强硬态度 坎迪不忍直视直接关闭了电视 好友询问帕特坎迪是否跟他谈论过此事 帕特表示他虽然有很多疑问 但只要自己一询问坎迪 他们就会闹得不欢而散 坎迪恰好也从楼上下来 听到两人正在议论自己 他希望两人一定要相信自己 自己真的不是杀害贝迪的凶手 第二天一早坎迪跟着唐一同去看心理医生 随着心理医生不断发出指令 坎迪也逐渐进入到了催眠状态 心理医生让坎迪回到案发当天 跟他讲一讲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坎迪说自己很恨贝迪 是他让自己现在的生活一团糟 心理医生试图让坎迪进入更深一层的回忆 坎迪说他看到贝迪再次拿着斧头向自己走来 他呼喊着让贝迪不要过来 但奈何心理医生已经唤醒了 他脑海中那段可怕的经历 随着坎迪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在外等待的唐物以为坎迪出了问题 他跑进病房却被心理医生制止 看到坎迪情绪失控的抱头痛哭 他询问医生有没有可能是他装的 心理医生催眠坎迪让他感受不到疼痛 果然他拿着区别针扎向坎迪的手臂 坎迪丝毫没有任何反应 晚上帕特接到唐的电话 看清坎迪内心的可怕之后 他决定将真相告诉给帕特 得知真相的帕特左右为难 一边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 一边是自己所谓的郑迪 为了摆脱自己身上的杀人嫌疑 坎迪听从了辩护律师堂的建议 转型成为了一名充满善意的家庭主妇 戴上金丝矿眼镜的他要去参加今天的庭审 临走前还嘱咐丈夫 千万不要让孩子们看电视 防止自己的事情给孩子们带来影响 对于从来没有出现过 如此恶性事件的小镇来说 坎迪的杀人案吸引了无数小镇居民的到访 整个法院门口人山人海 所有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坎迪 到底有没有砍杀贝蒂 在检察院向陪审团陈述完证词之后 轮到唐陈述他的辩词 没想到他站起身来 直接了当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事实就是坎迪残忍地砍杀了贝蒂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 唐的这段辩词也让庭审直接延期决心 走出法院的唐告知在场的所有媒体 希望他们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真相往往不止于此 随后他走到教会牧师罗恩的面前 让他一定认真想好 坎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证词会为他们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看到丈夫以及孩子们在吃饭时全都沉默不如 坎迪试图去缓解这种尴尬的气氛 但听到女儿提到自己的事件之时 他又赶紧让其好好吃饭不要讲话 就在这时昔日的好友找上门来 对于他砍杀贝蒂一事他表示无法理议 在他心中坎迪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 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杀人落魔 两人经过一番争吵之后不欢而散 很快第二次庭审也如约召开 艾伦作为检查方的证人来到了现场 检察官询问他关于贝蒂被杀那天 他所知道的一些细节 提到那晚他给坎迪打去电话 坎迪有没有告诉他自己因自卫杀掉了贝蒂 艾伦回答没有 接下来的一番询问也向陪审团表明 坎迪并不是因为正当防卫去杀掉贝蒂 唐剑士也赶紧主动出击 首先他让艾伦确定贝蒂是否患有抑郁症 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他接着询问贝蒂和坎迪的关系 在表明两人没有任何矛盾之后 他又让艾伦排除坎迪为了上位 才杀掉贝蒂的可能 最后就是证明杀掉贝蒂的那把斧头 只有贝蒂知道放在哪里 而坎迪没有任何渠道得知斧头的位置 艾伦的证词也验证了坎迪正当防卫的说法 此案的论点也从一开始的凶手是谁 转变成为了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回到家的艾伦遭到了岳父的训斥 认为他是辩方的证人才对 自己的女儿遭人残忍砍杀 而他却为凶手开脱变武 晚上坎迪带着一家人默默祈祷 祈求上帝可以让他赶紧洗脱罪名 接下来的几天依旧是传唤证人进行案件陈述 坎迪目光呆滞地看着证人接连走上证人洗 唐也看出了坎迪的不对劲 他询问坎迪是不是嗑药了 得到的答案是他为了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 一直在不断服用大量镇定器 唐告诉坎迪 如果他每次庭审都如同机器人一样 面无表情的呆呆坐在椅子上 最终换来的结果就是住进监牢 晚上坎迪和丈夫帕特在天台闲聊 他询问帕特当初得知自己是杀人凶手之后 脑海中第一反应想的是什么 帕特告诉他自己很感激 感激自己的妻子能够正当防卫成功 没有被比他高数倍的背定杀害 听到此话之后 坎迪紧紧靠在了帕特身上 第二天一早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庭审 这一次出席作证的是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 两名警察将现场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 面对对坎迪不利的证词 唐站起身来试图进行回击 他询问两名警察如果坎迪是蓄意谋杀 怎么可能会选择如此笨拙的凶器 以及遗留下漏洞百出的作案现场 唐的说辞也让两名警察哑口无言 顺利通过警察这一关之后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法医证词 如果说坎迪是出于自问 那么就无法解释他砍了贝蒂四十下 对于这个事情三名律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而坎迪却因为嗑药严重 开始不断地说起胡话 唐迪下头来让他不要再吃镇定计 如果他作为辩方证人出席 陪审团看到他这个样子肯定会判他败诉 第二天法医首先作为证人做上了证人席 向在场的所有人陈述贝蒂身上的伤口 面对这种致命的证词 唐赶紧询问法医是否能够证明 两人是谁先动的手 法医表示自己不能进行判断 得到这一确定性的答案之后 唐表示自己已经询问完毕 没想到审判长却要求辩方证人上台辩证 看到坎迪又因为嗑药进入到了幻听状态 唐走上前希望可以隔日再审 可审判长却当场拒绝了他的请求 看着呆呆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表情的坎迪 唐的内心也开始不断胶着起来 作为此案当事人的坎迪坐上了证人席 面对台下律师的询问他对答如流 一五一十的还原起当时案发的经过 当初他被贝蒂一步一步逼到了墙角 眼看自己的性灵危在旦夕 他用尽全力紧紧抓住贝蒂手中的斧头 但贝蒂却张嘴一口咬在了他的手上 剧烈的疼痛感让他将贝蒂推倒在地 随后举起斧头砸在了贝蒂头上 本以为这一下能让他暂时失去行动力 却没曾想他居然又重新站了起来 两人再度扭打在了一起 他祈求贝蒂放过自己 但贝蒂却在地上向他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想起儿时母亲也曾对自己做过同样的手势 坎迪瞬间失去所有理智 举起斧头对着地上的贝蒂躺了上去 一连就是四十多下 鲜血布满了整个厨房 直到贝蒂躺在地上没有了动静 这才停下自己的杀戮 随后走进浴室清理身上的血迹 平缓自己的内心之后从贝蒂家走出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生物 听完坎迪的陈述之后 堂从一旁拿起他杀人用的斧头 坎迪害怕地将头转过去不敢指示词 堂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让在场的陪审堂看到 坎迪并不是一个有着暴力倾向的杀人恶魔 检察方也向坎迪提出问题 认为他既然去预示清理身上的血迹 那么就说明他是有意识知道自己砍杀了贝蒂 所以并不存在说他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杀人 随后检察方拿起现场遗留的墨镜碎片询问他 是否前往过贝蒂家的车库 得到否认的答案之后 检察方直接了当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如果坎迪没有去过车库 那么为什么他的墨镜碎片会出现在那里 而这也恰恰证明了当初是他前往车库取下斧头 随后回到屋内残人砍杀了贝蒂 这一说辞也让唐贝蒂焦着 他怎么都没想到对手居然会在墨镜碎片上大做文章 晚上回到家的坎迪梦到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递给他一把菜刀 他这才发现自己双手沾满了鲜血 就在这时唐找了过来 他希望帕特可以作为下一个证人出庭作证 第二天帕特坐在证人席上 重复起那晚他对坎迪说过的那一番话 庆幸自己的妻子逃过了贝蒂的魔爪 心理医生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他表示坎迪有很严重的解离性反应 因此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所以即便自己杀了人之后 他也强装镇定地继续生活下去 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他看来坎迪并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女人 只是他的一部分人格脱离了自我意识而已 并且当时贝蒂在地上向他做出序的手势 唤醒了在他心中压抑许久的目骨 间接导致他对贝蒂连砍了四十多下 检察方试图否认心理医生的这种说法 但心理医生明确表示坎迪最初的冲动是自卫 但后来是那个手势让他失去了理智 为了确保自己可以拿下这场官司 唐让教会的所有人证明贝蒂并不友好 很多时候他都会对身边人充满敌意 反观坎迪就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家庭主妇 到了最终陈述阶段 唐告诉陪审团让他们一定思考清楚 此案的关键是贝蒂先动手袭击的坎迪 这才导致了后面惨案的发生 检察方也站起身陈述自己最后的辩子 他始终认定此案是一起故意谋杀案 坎迪为了自己的异己之力 不惜残忍地砍杀了自己的好友 经过紧张的讨论之后 陪审团也公布了最终裁决结果 所有人起身等待法官宣判结果 坎迪紧紧拉着唐的手 注视着法官的一举一动 当他听到自己被判无罪之后 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放下来 和自己的丈夫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为了避免周边邻居一样的眼光 坎迪一家决定搬迁到乔治亚州 临走前他拜访了自己的老情人艾瑞 希望他以后可以好好生活 说完便转身奔向自己全新的生活